各位同仁,所以我說為什麼要請提案委員說明很重要 因為他其實是牽涉到實質內容 因為他實質上是反對這個提案 所以我們在這邊為什麼那麼堅持要希望 我們就程序來做處理 那每一個提案委員 他為什麼要把這個案子 無論是希望移到下一次會議 或是站割到什麼時候 他總要說明他的理由啊 難道我們的要求沒有道理嗎 你看吳委員一講 他反對公民投票啊 他就是因為反對公民投票 所以他要往後去割 割到什麼時候不知道啊 對不對 他反對他不可能這個禮拜反對 下禮拜他就突然就贊成了 他突然就不反對了 他基本上是反對 好那18案是這樣 19案呢 20案呢 23案呢 是不是應該要一一說明 所以我要再次請這個主席同意啊 提案委員能夠再上 上來替這個接下來這幾個案子 能夠再一條一條做說明 好不好謝謝